大家好,欢迎来到扁豆干电影 今天给大家新开一坑 解说豆瓣9点4分 大名鼎鼎的超爽美剧《月韵》 且看一个高智商天才 如何通过细腻风骚的操作 一步步逃出美国看守最严的一级监狱 扁豆带你极致还原每一个细节 各位切勿学以致用 这里是第一级第一到二级 故事开始 纹身店的小丽从业十几年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怪的客人 大多数人第一次做纹身 都会选择从小的图案文起 妈妈或者女朋友的姓名缩写什么的 但这位客人却不同 她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就纹了一整套 换普通人可能要两年时间 小丽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仿佛欣赏一件艺术品 这位奇怪的客人正是我们的男主 麦克 做完纹身 她便回到办公室毁掉了所有资料 扔掉了电脑硬盘 带着一把枪只身来到银行 对于银行来说 这也是一位奇怪的抢劫犯 她无比冷静从容 警官已经拿到了50万美金 却不肯走 直到警察赶来 她竟然毫无反抗之意地束手就擒 反而露出一种解脱之感 对于主审法官来说 这位被告更是奇怪 这是她几十年的法官生涯中 遇到了第一个 从来不替自己辩护的嫌犯 她神志很清醒 不解释的决心很坚定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她被判到当地戒备最森严的 一级监狱 狐利河监狱服刑 刑期五年 麦克很乐意地接受了判决 更衣 沐浴 进牢房 麦克面带微笑自信从容 仿佛入住度假酒店一般 直到她亲眼目睹了一起伤人事件 她才开始有些不安 这个地方充满了牛鬼蛇神 可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育友雷子还算个正常青年 跟外面的女友处于热恋阶段 因为是文盲 所以每次写情书都需要麦克帮忙 女友时常探监 两人偶尔能享受一番雨水之欢 雷子还有16个月才能出狱 两人准备一出狱就结婚 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 加上女友漂亮火辣 追求者不断 让雷子很没有安全感 操场放风 麦克趁人不注意 将一本杂志扔进了下水道 雷子给麦克普及了一波监狱大佬们的信息 老猫30年前劫机成功 据说带着150万现金跳伞 但他拒不承认 如今这前下落不明 麦克对老猫做过摸底调查 他确信老猫在外面藏着150万 林肯这人谋杀了副总统的哥哥 不出意外 一个月后就会做电影 是监狱里的重犯 因而单独关押 只有在教堂或工厂做工的时候才能出来 其实林肯正是麦克的哥哥 他曾向麦克发誓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很明显 有人急着要置他于死地 哥哥不该死 做弟弟的没办法做事不管 于是如偏明所示 经过严密的计划之后 麦克决定铤而走险 把自己送进监狱 然后带哥哥开展一场越狱之旅 长毛犯人中的扛把子 入狱前是黑帮一把 在监狱里地位很高 麦克要去监狱工厂见哥哥 也必须找长毛帮忙 长毛怎么会帮他这个小嫩鸡呢 麦克早有准备 他知道当年举报长毛 亲手把长毛送进监狱的证人在哪 可以啊小子 我为什么不能报答你一顿逼你说呢 长毛最喜欢动用暴力 操场骚动起来 麦克因为寻衅姿势 要被罚关90天小黑屋 这可不行 哥哥只剩一个月就没了 麦克只能求助于点狱长 点狱长对于这个特殊的犯人也很好奇 芝加哥大学建筑学硕士 结构工程师 优秀毕业生 天之骄子 要什么有什么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 麦克表示 人都有失足的时候吗 正巧 4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点狱长正为老婆建造一个迷你太机灵 这建筑结构复杂 中工部分感觉随时会塌 他希望麦克能帮帮忙 小case简单的承重问题而已 麦克答应了 作为回报 麦克不用关禁闭 每周还可以来这工作三天 去医务室看病 麦克邂逅了美女医生莎莎 通过莎莎的信 麦克直接猜出她就是州长的女儿 州长千金来监狱做医生 纯粹出于责任和爱心 其实麦克对莎莎做过调查 他甚至知道莎莎的座右铭 改变自己 以改变世界 这个犯人真不一般 莎莎受宠若惊 趁莎莎离开的间隙 麦克往下水道 扔着吃千尺鹤 千尺鹤一路漂流 这是要去往何方呢 医务室是越狱计划中的重要环节 麦克必须时常来这考察踩点 为此 麦克必须假装自己有病 他求助于神通广大的药哥 帮忙搞点提升血糖的药物 好让自己显得有糖尿病 药哥好打发 只需要钱就够了 教堂里 麦克邂逅了林肯 兄弟俩大眼瞪小眼 千尺鹤飘到了操场 正好被杂志挡住 说明从医务室到操场 这条线路畅通无阻 看来麦克胸中有秋鹤 一切似乎尽在掌控 硬的不行 只能来软的 长毛给麦克搞到了做工的资格 监狱工厂 两兄弟终于能好好聊聊月狱计划了 林肯表示 逃出监狱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们还需要钱 麦克看了看猫书 我会有的 我们还需要有人帮忙隐姓埋名 麦克看了看长毛 我早就找好了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 你就这么自信咱们能出去 这么说你看过建筑蓝图 不只是看过而已 就在我身上 说完 麦克脱下外套 露出了全部的纹身 看来麦克不是胸中有秋鹤 而是身上有蓝图 当然 林肯还是有疑虑 这里毕竟是周历一级监狱 没人能逃得出去的 放心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所有的可能都被考虑到了 真的所有可能吗 虽然有蓝图 但有一样东西你是无法控制的 人 尤其像长毛这种 麦克很自信 他觉得他已经把长毛吃得死死的了 操纵人也是麦克越狱计划的一部分 林肯还是不信 早在办公室构思越狱方案的时候 他就想好了如何逃出牢房 为此他需要打造一把钥匙 而要搞到钥匙 需要先搞到一种特定型号的螺丝 根据纹身上记录的尺寸 麦克写下了螺丝的型号 这种螺丝上哪搞呢 操场的木凳 摸一个没那么紧的 只需要一枚硬币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拧下来了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拧着拧着 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麦克误入了一个禽兽的地盘 T-Bag变态老包 老包是个同性恋家恋同匹 因绑架侵犯多名儿童入狱 还随身携带着一个心爱的小男宠 老包一眼就看上了麦克 你好漂亮啊 愿意做我的男宠吗 如果你跟着我 黑白种族大战的时候 我可以护着你 原来监狱里分为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 他们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麦克表示 可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麦克的手还在拧螺丝 老包站了起来 麦克只得暂时放弃 为了预防黑白大战 监狱搞突击检查 雷子的一把凶器被芋头虎哥发现 为此雷子被关了半个月禁闭 虎哥向来看麦克不爽 想查查麦克 结果被典狱长拦下了 趁麦克不在 虎哥翻了麦克的牢房 虽然看到了纸上的螺丝代号 但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被关禁闭的雷子急哭了 今天周一女朋友等着她的电话呢 玉井无情 来这儿呢就老是待着嘛 又过了几天 雷子女朋友的生日 他祈求玉井开恩让她打个电话 玉井再次拒绝 雷子绝望了 灯红酒绿的纽约城 雷子的女友一个人出席社交活动 寂寞的她在高富帅的追求下 显得毫无抵抗力 操场 麦克终于拧下了螺丝 可不幸又被老包撞见 老包没收了螺丝 顺手交给了小白脸 滚吧 没办法 麦克只能忍了 长毛找麦克要证人的信息 麦克表示现在还不能说 咱们一起搞垮高墙之日 就是你知道证人信息之时 你小子竟然想越狱 这是我听过的最鬼扯的故事 一开始长毛并不着急 直到长毛的黑道组织领导过来探监 领导表示 这个证人威胁很大 如果不尽快找到 组织可能会全军覆没 领导暗示 下个月如果不搞定 你的老婆可能会被人强奸 你的孩子可能会变成残疾 长毛瞬间慌了 黑白大战爆发 牢房陷入混乱 小白脸袭向麦克 被麦克夺下螺丝 随后被人捅死 倒在麦克怀里 看到这一幕的老包伤心至极 手上沾写的麦克也陷入了慌乱 这些事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他这辈子从没见过这场面 事后 典狱长宣布一级戒严 全体禁闭48小时 看着爱人的尸体 老包满脑子都想着麦克 向麦克索命 或者把麦克发展成新的爱宠 成了他唯一的目标 而麦克正在疯狂地打磨螺丝 他早已计算好了尺寸 只需要把六个边磨出来就行了 很快 他完成了 伸进去 完美 洗脸台的螺丝被拧了下来 这里可以直通医务室 后来 从药哥手上拿的药 麦克如愿检测出了糖尿病 当莎莎宣布他有病的时候 麦克露出一脸解脱的表情 得病了还这么开心 这个人好奇怪 莎莎觉得 从医务室出来 麦克遭到了一群人的围堵 是长矛 他等不了了 现在我数三下 你说出证人的信息 什么 我给你那些信息 我会有那些信息 我会有死的 你知识 我知识 我知识 你知识 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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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些屋 不过那一分钟 你告诉我 不过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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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麦克的两根脚趾都被咔嚓了 这可不在他事先考虑之内 很明显事情已经失控了 以上是越狱一到二级的主线故事 还有一条发生监狱外的支线 便都这里简单解说 林肯有一个前女友妮卡是一名律师 知道林肯是被栽赃陷害的后 开始着手对案件真相展开调查 首先他找到了当地的神父 这个神父向来反对死刑 而且州长很听他的话 只要神父表态 林肯很可能改判无期 然而另一伙人也盯上了神父 特兴趣的大牛和小牛 他们威胁神父 要求神父不要表态 你们就这么想要他死吗 神父坚持自己慈悲的信仰 结果半夜被人入室枪毙了 妮卡拿到了案发现场的录像 录像显示确实是林肯杀的人 只怕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可探监时 林肯表示当时他没开枪 那人早就死那儿了 林肯欠别人9万美金 债主让他帮忙杀个毒贩抵债 他喝了几口酒决定试试 结果却落入了别人布置的圈套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扣动扳机 于是妮卡转而调查林肯的债主 结果发现债主也莫名其妙死了 债主的老婆告诉妮卡 她老公死得很蹊跷 很明显 她跟林肯都是被人当枪使了 背后的一伙人视力很大 惹不得 镜头一转 大刘打电话汇报工作 接电话的是一个正在切大蒜的女人 看起来位高权重的样子 大刘遇到了点情况 她发现妮卡正在调查这件事 不知该如何处理 希望得到女人的指示 女人表示 越狱第一集 第一到二集的故事 到此结束 脚趾头断了两根的迈克 还能越狱成功吗 老包又会对他进行怎样的报复呢 迈克的纹身还隐藏着哪些信息 林肯是被谁设计陷害的 这背后的阴谋是什么 妮卡是生是死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继续 关注贬的微信公众号BTCmovie 左下角私密频道 订阅越狱专栏 承包全网最硬和最细致的越狱解说 还有更多看一部少一部的高分神剧 等于解锁 咱们下期见 拜拜